對 所以我們在做評審的時候 會要求藝術家放戶外的作品 一定要隨時考量到它的所謂的氣候的因素 我們甚至會要求它風阻的關係 防震的關係 防震係數的關係 都會有考量 就隨時有問題都歡迎大家提出來好不好 那就是也是順便透過這個導覽 讓大家知道台灣的公共藝術的執行 這樣其實對大家比較有意識嘛 對不對 好 走 那我們去看下一個點 那大家看這件作品會不會覺得怪怪的 少了什麼 對 這個就是台灣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只要用到電 用到水 就會怎樣 被關起來 這樣 只有假日關起來 你都沒開 沒開 就是台灣就是 它當初是一個類似這種水坡的意象 有水井的一個裝置的一個概念 那它也有LED的裝置 像全部都看不到 下面有LED的裝置 對 可不可行 台灣像這樣子的公共藝術很多 只要舉凡有電的就被關起來 捷運站就有很多 譬如公館站大家有沒有看過 公館站有公共藝術作品 沒感覺 沒錯 有一個那種雕塑 幾號出口 雕塑 台大那個出口那個 三號 好像三號出口 還有它的月台城 不是都有角錐型的作品 有沒有 有沒有印象了 有聽老師講的 你們不會覺得很奇怪 放那個東西在那邊幹嘛 因為那個是有作用的 為什麼 因為在月台城等車的乘客 可以看到外面的人的活動 那在外面的人的活動 透過那個錄影的裝置 可以看到月台城人的活動 你燈把它關起來 你看到什麼 什麼都看不到 懂我意思嗎 這個就是公共藝術一個 面臨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作品做好了 剛開始非常漂亮 有水景有燈光效果 假以時日 為了什麼 節能減碳 省水省電 就關起來了 那為什麼不一開始就限制 不用到公共整電 它可能做的是循環的水 不一定用到很多的水量 那它可能用LED 也不會用很多的電量 可是可以造成一個這個景觀 非常漂亮的感覺 你有水的話 你不會覺得很舒服嗎 對不對 可是我們好 就是大家好心把它做出來了 可是管理單位覺得對它來講 管理有一點點困難 它就完全抹煞這原來的美意 就把它關起來 那這個是公共藝術面臨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很希望可以有各式各樣 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一個多元的公共藝術的表現形式 讓大家看 可是大家如果都變成說 我只要石頭擺在那邊 我只要一個雕塑擺在那邊 什麼都不要的話 大家不會覺得都一樣嗎 我們一直呼籲 我們一直呼籲新辦單位 新辦單位就是我們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這個交通部 交通部既然有這個百分之一 一千多萬的錢來做這個作品 做得這麼好 那你應該要提撥一點點的管理維護的經費 來做這個部分 可是我們看到都沒有在做 結果變成誰在做 台北市文化局部分提撥經費在幫大家做 這樣有一點點不太好 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你不管你是學校或者是各個單位 你應該是有了這個 就好像你買了一個很漂亮的雕塑品回家了 那你就不管它嗎 你應該是說它要稍微擦一下 稍微維護一下 你現在什麼都不管 甚至把它當作沒看到這樣子 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好像你說電梯保養它也是要花錢一樣 對啊對啊你說得很好 住教說得很好 沒有問題 那這個也是造成捷運也是這個問題 就是捷運局 捷運局幫大家做好這麼漂亮的作品 那管理維護單位是誰 捷運公司 不一樣 那捷運公司它就不管你 關什麼都關這樣子 懂我意思嗎 就造成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看這個作品 就剛好碰到這個問題 你知道這件多少錢嗎 這件三百多萬耶 你就給它關起來你看 什麼都看不到 浪費 浪費你看 對可是我剛才提到就是說 你如果全部都是石雕 全部都是銅雕 你不會覺得很沒趣嗎 對啊 這樣又有活力 我們就是希望它是多元的表現 讓大家知道就是 藝術的呈現是非常非常豐富的 不是都只有石雕作品 這個石雕的作品 因為它其實在整個概念裡面 其實它是在造景 造一個景觀 所以它還有燈光的效果 還有座椅的概念 其實跟我們平常 對公共藝術的概念不一樣 單件作品的概念不一樣 所以它是整個造景 整個這個部分的造景 那你一把水關掉 一把燈關掉 你全部都沒有了 對啊 就有點可惜 我們大家如果有機會去看日本 日本水景其實非常非常多 對不對 他們就可以維護得很好 當然就花很多的心力維護 可是我們就只有一點點都 都沒辦法做 就覺得好可惜 對啊 對啊 就是大家觀念差很多 好 所以大家知道這個很可惜 可是是一個很好的作品 所以要去反映一下 為什麼沒有水沒有電 好 我們下一站 我們去台大 台大那個工位的那個 我們慢慢走到那個台大工位那邊 我們慢慢走到那個台大工位那邊 林森 南路跟徐州路口 好 我們來看另外一組的作品 這個一組作品是一堆 一堆年輕的藝術創作者 叫江憲民跟陳立信 大家看一下作品說明牌 嗯 杏林大帝 看到了嗎 對啊 你看 這個就有打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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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作品大家看一下喔 這叫杏林大帝 那它其實是一組三件作品 意思就是說它還有另外兩件叫做 花舞浮波 還有一個叫做水之變奏曲 好 水舞 好 都是在這個 都是在這個不同的空間裡面 好 那只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它其中一件的作品 那大家知道這個 這個三組一件作品多少錢 大家猜一下這個多少錢 八百 不用 便宜吧 五百九 五百九 它是用公開甄選的方式取得這個作品 好 那介紹一下江憲民的作品 江憲民的作品就是抽象的石雕作品 它就是 它每次作品它一定不是具象 它一定是抽象的議會 那抽象議會對我們 我不知道對我來講啦 我會覺得說抽象的議會 其實是在 所謂藝術欣賞的空間裡面 比較有想像空間 因為它就是比較抽象 所以你可以根據你的 視覺的一個概念 跟你的背景 跟你的學養去 大概去想像這樣子的一個造型 所帶給你的一個 藝術的一個想像是什麼東西 所以它比較有想像空間 會比寫實的 我覺得會比寫實的 有想像空間很多這樣子 那雖然大家都比較喜歡寫實 可是偶爾看一下抽象的 其實感覺也滿好的 那它這個是所謂的性靈大地 那大家知道當然這個是所謂的 那個台大的國 國際會議中心還有醫院的空間 所以它其實都是用比較純白的 這樣子的大理石 當作它的一個造型 那它其實都是實雕 大概也都是 因為我們有參與它其他的案例 當它的評審 所以它大概都是用實雕的造型 那會有時候會有所謂的實用的功能 譬如說它會把實雕做成實椅 那有不同的造型 其實都非常 就是你會感覺 就是很把玩一個藝術造型的作品這樣子 在這樣子的空間裡面 所以它其實它的作品都有一定的質地 那它這一次幫這個 這個是比較早期的作品 2003年的作品 其實比較久了 快9年的作品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抽象的 反正就是你們就是用自己的想像 就是透過 對 去自己想像一下它 帶給你們的一個美感的一個經驗這樣子 對啊 所以 花一點時間去雕塑作品很需要的是 就是要去走動它的空間 不是用看的 去走動一下它的空間 去走一走 對 不要只是看 沒有用 要去看 要去走 對啊 要去看一看 它造成了一個空間的一個氣氛這樣 嗯 像那種空間的意思 你會建議人家有些就是去摸它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摸喔 因為有一些就是純粹欣賞的請務動手 有一些是希望人家去體會去穿摸去去摸 其實雕塑品就是可以給人家摸 為什麼不摸 不是說工藝耶 所有的工藝都這樣 不一定 要看它的材質 看它的那個 有的 有的它可能材質的關係 它會很怕人家手當當去摸 對 可是它這個放在戶外 它就是希望你去欣賞去走動去看 是因為很多工藝不是放戶外啊 就會去像妳講說 它 像妳說的中山那一段 也是會希望人家去使用 對啊對啊 然後我一直說 可是在戶外 可是在戶外 它有很大的特質 它就是要有安全性 希望與人親近 所以它一概是摸都沒有關係 好 了解 那在展示空間裡面 它可能就是 會有所謂的賣的概念 所以它就不需要人家去摸 對 對 就是展展空間就不要 我想說室內有很多是那種 就是只能觀看的 不肯謝外言 那像有些室外的 有的甚至是希望你去做 或是去用 然後去感受 因為有不同的造景 對 那人去用以後 又有不同的氛圍 對 絕大部分放室外 絕對是讓你去玩的 譬如甚至有很多那種 機器人的造型 就是一定要去玩的 對 對 所以大家現在看一下 目前台灣的公共藝術的部分 Suppose應該都會希望你去 稍微感受一下 可以去摸一下 沒有問題 謝謝 不會不會 對 這個作品叫 《迴滋花舞浮泊》 這個字都已經看不見了 怎麼變這樣 怎麼會變這樣 怎麼會變成 《迴滋變肉體》 《迴滋變肉體》 還有這個 《迴滋花舞浮泊》 《迴滋花舞浮泊》 那怎麼會變這樣 這要跟他們講什麼 都看不到了 反正就是 我們花那麼多錢 你都沒有幫我們維護 算是 它的印象就是那種水中的花 有沒有 水中花的乾淨 這個就有了吧 對 而且它那個沒有維護差很多 它如果說很乾淨 沒有那種青苔 會好很多 對啊 這就是我們公共藝術廠 碰到的問題 維護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公廠 他們可以照資工來弄啊 對不對 對啊 反正這要不用花錢 只是擦一下而已啊 對啊 我覺得 只要碰到公家的 都沒有維護 其實還奇怪 那個可以噴水孔嗎 對 那個都是 對 那個都是 那個也是啊 那個做那個 類似做一個都可以 圓圈那個裡面是噴水孔 對對對 噴水孔 對對對 它把它做成美化的 對啊 對啊 你看又有一個可以講的 你看作品說明盆都這樣子 這怎麼看啊 怎麼這麼多問題 真是 做好沒多久就是這個樣子 這花很多錢 這多少錢 五百九十萬耶 他這都沒有維護 三個 三個加起來 好 三個 反正大理石會變黑的 陳志文他現在住在台中縣這樣子 好 那這個案子他幫成功高中做的作品 叫做春風話語 大家猜一下這個作品多少錢 以前那個是什麼菜 旅財 旅財還有不修鋼 五百萬 三百萬 好 厲害 五百八 五百八十萬 好厲害 五百八十萬 好 那這也是公開甄選取得的一個作品 那因為他的那個尺寸比較大 好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那個scale尺寸比較大 好 那春風話語 想當然了就是跟學校有關係嘛 就是校園的一個一個教學的一個概念 就是透過這個學校的一個 場域的一個特質 所以我拼做出這樣子的一個 他是用什麼 乙的概念有沒有 有沒有 下乙的概念 春風話語 他把這個 這個四個字的概念 畫成實際的作品 有沒有 我是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用春風話語做成一個 乙入君臻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去做成這樣的作品 很特別的作品 大家可以稍微欣賞一下 那有點可惜 他不會隨風隨雨啟動 因為他其實是做固定的 那他的材質是鋁板跟不鏽鋼材做成的作品 那那個陳志文 陳志文其實他的作品非常多 他其實得過公共藝術獎 我記得得過一次還兩次 這一次不曉得有沒有得過 之前有得過 所以是一個還蠻好的一個藝術家 他在台灣做的作品有超過十件以上 遍布在各個地方 遍布在各個地方 那他的作品我也評審過幾次 也有在桃園的也有在台北的也有在台中的都有 各地方都有 那這是他比較早期完成的作品 這比較晚一點 這2009年的作品 對啊 有沒有問題 如果大家要了解這個藝術家的作品 或者是他的 這個作品的一些相關資訊 都可以上網上去查閱 沒有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去報名其他的場次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的場次 那一定要來多聽聽看 我們有各個不同的專業人員來幫大家導覽 那很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謝謝大家 謝謝 如果是一般民眾可能只是路過 甚至你住在附近 你也只能透過他的一些面板的解釋 了解一些皮毛 那麼或者我們個人的素養不夠 我們的解讀也層次不高 那麼透過老師或是像基金會的專業導覽 我們能夠提升是更深入 甚至於是更連結 就像說剛剛的藝術品介紹 我們可能只看到一件 並不曉得說這個基金會 這個藝術家他的三個作品 他其實是一個主題 然後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是同一個區塊 比如說像剛剛路過台大會議中心 他另外的兩件作品 其實就是像剛剛講 他的椅子是一個水鍋 那麼突出來的那個水中芙蓉 就是一個花的意境 我出入過很多次會議中心 我不知道他有這麼美的意境 那很高興有藉由弟們 老師專業的導覽 讓我能夠更深入的去欣賞這個作品 那也很希望說很多的民眾來參加 因為這個人文的素養 是要靠大家來提升 那也因為要參與這些活動 不然的話自己可能 所學的不是在這方面 所以很開心他們給我們這個機會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